在江西仪皇城西 有一所禅宗古寺 曹山宝祭寺 它始建于唐贤通年间 距今已有1200年历史 千百年来几度兴飞 历代的宜皇县之上都有所记载 千年过去曹山依旧四指游存 正殿基石依稀可变 如今重建后的寺院保持了唐代建筑风貌 平面方形 南北中轴县布局 对称稳重整体严谨 沉中木骨 时光流转 曹山寺 在这一份挥洒不去的幽远与沧桑中 伴随花开花谢 一千二百余年 曹山寺 曹山寺是由佛教禅宗南越清元法系弟子本纪禅师所创 是中国佛教禅宗五大派系之一曹洞宗的祖庭 目前它是全国唯一一座女众驻西半道的祖庭道场 也是全国女众道场禅堂里唯一一座挂起曹洞宗中版的寺院 祖师当年手执之银杏术 虽疤痕累累 但仍枝叶茂盛 在新的时代 曹山寺也迎来了复苏的契机 开始了祖庭的中兴新时期 在曹山寺的历史上 有一个人不得不提 那就是本纪禅师 曹山寺的祖师本纪禅师 是福建莆田人 十九岁在福建灵山出家 二十五岁受巨族解 得到江西遗封洞山高僧梁戒禅师真传 来到遗皇弘扬宗法 他在曹山法习大兴 学者云翠 洞山至宗至极为圣 名阳四海 被称为曹洞宗 为中国佛教禅宗五大派系之一 因此曹山寺基寺被称为曹洞宗祖庭 在五灯会员上 记载了这样一段 有关本纪禅师的历史公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一段记载在五灯会员上的公案故事 本纪禅师后驻福周 在这里大洋宗峰 并详说洞山五味之诀 而成为丛林的凯事 曹山 旧名何玉山 本纪禅师 魏斯木曹西六祖慧能 于是改名为曹山 本纪禅师的语录后面都记载了 就是说咱们这个墓在寺的西南角一千两百年 因为以前只是看文字 等我第一次来曹山的时候 我看了我胃流满面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一千两百年 所以我为什么说就是佛教 说现在过去未来 我觉得都是坚守 本纪禅师已经在这里坚守了一千两百年 我们近未来际如何去坚守 公元九零一年的一个夏夜 本纪禅师问知事曰 今日是几何日曰 曹六月十五 禅师曹山平生行脚到处 只管九十日为以下 明日晨时五行脚去 六月十六日 坟香焰作而化 本纪禅师缘继后 葬曹山寺西侧凤行坑 墓约扶原塔 一千两百年后的今天 本纪禅师墓塔 依然守护着曹山寺的日出日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曹山寺一直以来 所提倡的修行方式就是农禅 一日不做 一日不食 是农禅的最大特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空法师八年前来到曹山寺 如今的他已经成为寺里的知客师傅 也不怎么会描述 但是我也觉得这是我的家 就比我的家还要亲的一个地方 我成长了 然后就是亲眼看着它 从那个沼泽地一栋一栋楼起来 然后慢慢地从几十个人 现在变成了一百多人的大层团 这个感觉我觉得 就是以后让我离开曹山寺的话 就算出去学习 我肯定说回来这里 还是说回家 和圣空法师不一样 智觉法师才来曹山寺 短短两年时间 却早已经对这里有着深深的感情 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了 比方说我们寺庙做一些后期的东西 就宣传方面的东西 然后我可能点子也比较多一点 就想着跟别人不一样 然后师傅就喜欢这样叫 然后做了几个链接嘛 就是好像点击量也挺可观的 初期的时候 主要是奔着河上的法呀 和尚的为人啊等等这些来的 慢慢住久了 也渐渐就是爱上这个地方 就是曹山 变灯的孩子 高举你的灯 变灯的孩子 举起明亮灯 歌颂佛陀 此光变照 歌颂菩萨 此爱变满 变灯的孩子 佛光莫照 你给你相和 菩萨抱佑你 给你平安 佛光莫照 你给你相和 菩萨抱佑你 给你平安 小和尚 智嫩的唱颂 伴着永远的终声传来 却有一样的慈悲 一样的感染力 令人忍不住 驻足聆听 佛陀的慈悲心 是怎样相延续的 曹山是美的 不同的人看到 感受到的都不同 在西壤人群的背后 一群现代的僧人 依旧和他们的前人一样 安静地传承着 禅宗的法脉 今天 当我们漫步在 曲静回廊 竹林花木之间 看苍松脆白 眼映下的 曹山宝基寺 香烟鸟鸟 饭歌缭绕 感受到的是远离 晨宵的清幽和静谧 佛祖年华 家业微笑 这片山卵 这片道场 历经千年 温和而坚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